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券報局 又是我Marco和大家分析的大市 今天的市場,香港不算得人害怕 但如果你有留意外圍的股市,真的很厲害 這裏是一個很簡潔的Summary 上個星期五,美股跌到躺在這裏 接著今天星期一回來 只看恆新指數,收市大約2005點 沒什麼感覺 但你看到右手邊的環球股市 你就知道情況發生什麼事了 美股下跌,然後英勢不斷夾上去 日股又下跌,台股下跌,韓國下跌 整個亞洲市場下跌,唯獨恆新指數 相對性來說跌得比較少 其實你認識我都知道 當外圍的表現是很壞 但恆新指數,或者香港的指數 香港的股票,不是很跌得下的情況 其實某程度上已經是 現在人們正在扔外圍的股票 開始逐步地不想再扔香港的股票 為什麼?因為香港的股市 其實一直以來 全球其中一個最壞的 已經壞了一條路了 現在外國的股市才剛開始壞了 所以現在就算是環球股災 對於香港的殺傷相對來說比較低一點 就這樣看這個數字 可能你都未能感受到 你看看圖圖 上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 其實道歧斯指數已經開始下跌 下跌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之前 美國今年九月會減息 美國今年九月會減息 好像是好事 因為通脹回落 九月會減息 但你明白一件事就是 其實你無農聯儲局主席白瓦爾 或者之前其他經濟錯誤 或者官員都已經在說一件事就是 說歪 的確通脹回落 但是因為為何因爲那麽急急的 九月開始減息呢 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 為因爲減息的機會 升到100%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經濟不得 那你美國的勞動市場 去的數據其實是不行的 如果你有認真留意的話 那你上星期五最新公佈的數據 也是不行的 那這個藉口就會令到一個誘因 是現在這些人不是在炒美國 九月關節的 這個東西是預言的 現在反而是擔心另一點事情 是擔心美國的經濟衰退 又拿回這件事出來炒 但市場上是很慢的 預計9月減息的時候 我就已經要預計美國9月減息 當全世界9月100%減息的時候 我腦裡就要擔心會不會 從各方路的人馬開始說 和經濟數據所說 勞動市場不行 美國升了那麼久 會不會隨時又會炒回經濟衰退 而擔心令到美股倒閉呢 其實這件事我之前一直 某程度上教人中都說說說說說說說 終於在上星期四開始 你見到道奇斯指數年開始跌 上星期五再倒閉 上星期五收市價也倒閉了600點 曾經最低倒閉了900 那獨指 標普500指數又插 納指都插 即是你以前的人就說 只躲著眼睛去炒美國納斯打黑指數 你看圖片 現在沒有這支歌制上的 亦都因為 其實你見道指 標指 納指 其實是 明顯地是見了頂位 開始倒閉下來的狀況 情況下來說 其實 這些人以前炒美國股市的 送風送水 他就會開始害怕了 因為你也要明白 他升開了一條路沒有大插 一插正常來說 你本身賺錢的 你都會設置指賺位 一落 怎知他會不會有時間倒閉 所以很自然地就會 爭著平倉 美股一倒閉 自然地會對其他市場有影響 你見到 炒美國9月減息 美國9月減息 美匯指數就跌了 10年期債息都跌了很多 然後 這是美元對日元 之前解釋過 幅度向下跌 就代表日元升 日本央行在7月尾 1月2期加息 加了很多 1月2期加息 不是加很多 而是加 因為那時 曾經有一段時間 人們預計了 7月尾那一段 未必加 為什麼 因為7月尾之前 其實日元已經在升上去 那些人覺得日元升上去 那時日本加息的壓力 未必如想像之中那麼急遲 但是突然間出現了又加息 那些人是有少少 是超出了那時的市場預期 然後 日元就不斷升 看這幅圖 可能大家感受得不夠 不夠迫遲 我們去日本旅行 日元對港元就感覺到那個感覺 還記得我以前說 我五算以下 唱定這些錢 準備未來去日本旅行 那我應該在八月中打後 我便離開了 去日本旅行 那我自己的總公司 我自己的總公司 其實都不少人說我傻子 就是說 日元有段時間跌 你這麼早唱定做什麼 Marco 舌死你 什麼什麼什麼 我自己的心裏就想 你五算以下 你跌到多少 我四九四百這些位置 即是我跌到四九四百這些位置 我預算了 但是你說你要明顯大跌的跌幅呢 難跌 因為始終的大方向是 日本是說要加息 美國是減息 你記住這兩個大方向就行 美國是減息 日本是加息 當一邊加一邊減 他們的息差差距收窄的話 就會很容易引何一班本身 做淡開 借日元 做淡日元的人 他借日元 日元利息低 做淡日元 接著借日元利息低 去買其他環球股票資產的求資者 他怕萬一美約息差收拆 他會怎樣 take profit 日元take profit 同時間低 因為他的錢可能是借日元去買其他股票 其他市場的股票會怎樣 take profit 就會做成一件事 拆倉 環球股市倒塌 其中一個原因 可能也因為日元拆倉所形成的 某程度上你看 美股突然堆得這麼厲害 當然是由炒減息 變成現在擔心經濟衰退 之前是擔心通脹 現在通脹回落了 炒到衰退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日元拆倉 你要明白 日元拆倉 你支持其實有一堆求資者 借日元炒美股 炒到上風暑水 現在美國經濟數據又不行 日元又加息 你還借日元炒美股 你當然是平倉 一平倉就會造成旋渦效應 一邊日元升得很高 另外一邊就是美股對得很厲害 在這種情況下 自然地會拖納亞洲方面的股市 你看到亞洲方面的股市 例如韓國 都是插到媽媽都不認得 相對性來說 你看看 A股是跌 但你對比日本今日的股市 超過10% 整體股市都是溶斷 跌到停止了一段時間 韓國股市是8% A股市是2% 恆生指數都是1.4%左右 相對性來說 很明顯你看到中國和香港的跌幅 無論對比美國或亞洲股市 其實相對性來說 跌幅是低了很多 正如我所說 其實市增加了下去 我之前的恆生指數 我預計到大約16,900左右 我都說了 你恆生指數16,900左右 我預計到大約16,900左右 但我都是擔心某些原因 例如日月拆倉 市會拆的 我偷偷 我偷偷急拆的時候 慢慢罵 現在就是我之前說過的情況 上個星期四 我加萬被生氣 不過生氣是壞 我去星期五早上才登了一篇文 我當時叫人叫什麼呢 叫人在恆生指數17,400 找位做譚 我當時說明 一萬七千四做譚 還要是市那時 那時還沒倒 那時就說我預計到 他會再穿 再上個星期五的16924 我已經預計到的了 誰知道 你頭趕完 你市便下跌下來 雖然星期五 出民那時 市列口低開 但都未跌得夠厲害 但始終已經是失去先機 但我整體的策略上是 一直說喉高要不要做譚 一直喉高要不要做譚 在這個節目一直都是這樣和大家說的 我自己都和大家說 我預計到市場會推倒下去 大約16,900這些位置 16,900樓下 再大跌 我覺得是難一點 小一點不出奇 大一點難一點 所以我就說 如果恆生指數到16,900樓下 人恐慌我貪婪 那時候才會去罵 你看到 今天環球股市 對得這麼急 市場很明顯是受外圍股市拖累 而插下來 那種情況 你當然要亂一點 都要給面子 要罵一點點 我今天都罵一些 未去到 全員那種 我都說我遲些去日本旅行 我去日本旅行之前 去旅行我通常還是不理 但是去日本旅行之前 看看市場有沒有機會跌多一點 我現在主要的策略 都是找位去罵 因為如果你說再拉遠一點 其實你看4月那段 其實這幅是由今年1月到現在最新的幅 恆生指數的幅圖 其實你今年香港股市 很明顯是跑輸環球股市的 唯獨4月那段 4月尾那段 曾經一頂夾得很厲害 那你那一頂夾 你說是內地去買入市 去幫忙去托在香港股市 這是一個原因 但背後你搞清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雖月尾之前 其實環球股市 也是曾經有一段時間想過的 但是香港股市 你很明顯是對比起環球股市跌得少 情況就有少少像現在 那時候我已經說了 資金隨時又來了 香港股市隨時又爆 4月那時候就爆了一段上去 現在又是開始有少少 像是類似那樣的情況 所以我不敢說是一定 因為始終是美國 現在總統選舉 你今年你預約了它 一定是搞中國的 在美國繼續搞中國的情況下 無論如何外資 這些流入香港股市都好 它一定是有隱憂的 但是現在外圍風高浪急的情況下 你不排除會有些資金轉移去流入 本身已經是跌了一段時間 股值相對性來說比較便宜 下跌空間相對性來說比較細的廣股 所以你現在恆生指數 今天收收167左右 1670左右左右 你留下這些位置 就是再繼續做淡積波率是低的 反而要想就是 外資可能是逐步逐步 又開始留意香港股市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 中央就扣住這個機會 又出一些措施 令香港股市彈 因為你要明白就是 如果你再看回 我有沒有卡到呢 這份泡泡沒有 沒有卡到 如果你看回 美匯指數就不斷跌 美匯指數就不斷跌 而大陸明顯近期 你看到是多了做些措施 是放水舊市 放水舊市、減息等等 理論上是不離於人民幣的 但是近期 正正是因為美元跌 日圓就不斷跌 這兩大原因 令到人民幣應跌不跌 相反近期是升值的 這件事當然也會令到 增加外資 去加強留日中港股市的誘因 所以我就說 其實你現在的市 環球股市的確很恐慌 但是恆生指數 反過來之前已經是衰退了 相反對比起環球 這麼多地方來說 它的股值是比較便宜的 恆生指數16700下 我是不會一注過的 但是當我感覺到市場氣氛很恐慌 突然間對得很厲害的話 我會慢慢利用股票去判斷 因為一堆 你忍受保護股一定會抽高 我只要忍受保護股抽高 慢慢去撐一些 Beta 比較高的 中取一些科技板塊 因為始終你未來大方向是減息 然後就判斷 如果恆生指數 4月19日爆上去時 市大約低點是16000點 所以說得很清楚 市未撐到16000點 我暫時都會傾向 分主逐步拿股票的策略 去有現金接貨的情況下 駁去引申波幅高 即是期團金高一點的情況下 慢慢去撐一些科技板塊 但是如果恆生指數 撐到大約16000點 以下的位置 我覺得那些是絕對價值區域 那時候我就不是用期權 是直接用現金貨幣去買一些股票 到時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順便跟大家說 我下星期一都會做節目 但是過了下星期一 我要去旅行 應該是會停 過幾兩個星期 我不肯定好像停兩個星期左右 大約的印象中 再之後才會再回來 但大方向大家都知道 我的看法是 現在香港股市 如果在16000點 如果在16000點 再跌空間是有限的 16000點 就是要去做對沖 但是那一刻就不是以做坦為主 而是做對沖為主 暫時先說到這裏 我下星期一都撞在這裏 再跟大家補充 下星期一那就是事 OK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 拜拜